星期四,星期四早上會在高等法院做保釋的上訴 快必會在星期四早上在高等法院做保釋的上訴 我們找了一個資深大律師和兩個大律師的團隊 是幫快必去做這個上訴的 資深大律師是彭耀雄,兩位大律師是譚俊傑大律師和崔浩泉大律師 這次我們許勝不去敗,所以大家說為什麼不立即去高院 立即和他上訴,星期三、星期二那天 我們要有最好的準備,因為高院如果上訴失敗 他最少要坐到11月17號,下一次開庭才可以再做一個保釋申請 所以我們在星期四早上會在高等法院 幫快必、譚德志做保釋的上訴 如果保釋的上訴是成功,他就可以立刻趴出來 下個星期可以繼續在九龍東和大家開這個健康講座的街站 他的生命力,他的動力和活力很強的 本來想著星期二如果在法庭做到保釋 他即晚都會和D100去網台做節目 但當然現在保釋不了 好了